只是差了一块钱的饭钱 老人被老板绑在桌腿上示众 偶然来吃饭的小伙子都看不过去了 掏出个钱包 把一千块摔到了桌上 接着解开了老人的绳子 包厂请老人吃了个够 老人是个在街头流浪的试荒者 很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了 一边捧着碗一边只打嗝 可就算如此窘迫 他还是拿出珍藏已久的皮鞋打扮了一番 去看自己多年没见的老情人花花 两个年过半百的人想被翻红浪 可老许准备了许久还力不从心 任凭花花怎么主动都没有反应 他们只好轻轻热热地告别 相约下次再见 花花不久前老公死了 她嫁过的三个男人都被客死了 现在只有一个女儿在城里读大学 花花怕连累雪二瓜 对两个人的夕阳恋特别没有信心 但雪二瓜不但不怕 还很欢喜 所以两人搭便车回村里办酒席 本以为晚年的幸福即将来临 没想到车在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失控 花花说豆尔其实是老许的孩子 重伤的她将豆尔托付给老许照顾 说完花花就走了 从此之后老许多了个没见过面的孩子 不过她硬承下来的事肯定会办到 于是她更加被努力地捡破烂 白天努力干活 晚上睡桥洞 攒下钱就给上大学的女儿打过去 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她不容易 无论是多少零钱都帮忙数清楚 再一次的汇款日 老许坐公交进城的时候 钱被偷了 警察一时找不到小偷 可群众们还得赶时间 只得放行 这可把许二瓜给寄坏了 她趴在车窗前求爬手行信号 这些钱都是她平时卖废品 一点一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可被警察以妨碍交通为由拉走了 虽然生活中有许多风浪 老许还是打起劲积极地面对生活 她头上围着花花留下的红围巾 还收留了一只流浪狗 给她取名叫花花 现在除了女儿 许二瓜身边也有个伴儿 白天拖着板车收废品 晚上就和花花露宿街头 老许心里感到很满足 可一天晚上 花花半夜不见了 老许赶忙四处去寻找她 而等她回来时 铺盖和推车已经被人带走了 因为这地方不允许露宿 影响势容 老许只能在寒风中挨了一宿 即使自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她还是坚持着给豆豆寄钱 她不识字 就拜托保安给女儿发条短信 这花的地方不要舍不得 抹钱了就延传 这时的老许却连街头都住不了了 他只好去找便宜房子租 正好他遇到一个老大爷过手 老爷子心情好 就把个窑洞便宜租给了他 棵里面有一个棺材 老许得每天看着棺材睡觉 第一天他下的大晚上都睡不着 手机偏在这时响了起来 这一惊一乍的铃声 把他吓了个机灵 原来是女儿发来了短信 第二天他找保安帮自己念了短信 短信是女儿发来要钱的 他想跟同学去三亚玩 光机票就要两千多 哎 而这呢 老许沉默不语 虽然对他来说非常的为难 但既然应成了把豆豆当亲生女儿 他还是决定努力地做到 他拼命多跑几个地方受破烂 可装了满满一车的垃圾也才三十多块 两千块他要找多少的垃圾才行啊 老许没日没夜地四处寻找 终于攒得差不多了 在路过一个卖糖葫芦的摊位时 他实在扛不住了 在一番砍价后 花一块钱买了穿最小的 之后他来到银行柜台前 把钱塞进窗口后满怀期待地等着 可贵员却告诉他正好差一块钱 不到两千五百块 他翻找了半天 却终究差一块钱 他狠狠杀了自己两巴掌 懊悔不该吃那串糖葫芦 小姑娘好心帮忙 让他不禁感恩戴德 我下次还你 我一定还你 回来后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感叹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 可是就在这时 屋内冲出来个只穿红裤衩的小伙子 一脚把脸盆踹翻了 没想到一看近视的老熟人 曹病 这裤衩小伙叫顺子 和老许住在一个窑洞里的不同房间 他还时不时带发廊妹回来 享受快乐的生活 但老许来了后 把屋子堆了满屋的垃圾 姑娘嫌弃满屋子的破烂 一大早就气呼呼地走了 顺子讨了的没趣 生气烧了老许的破烂 老许心疼不已 追着他满院子乱跑 好在顺子还算懂事 在出门前给老许扔下了二百块 这也俩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 一天在一起吃饭时 顺子一边喝酒一边说出了心声 他十岁的时候父母就出车祸死了 独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奶奶没过多久也跟着去了 孤苦无依的刘顺来城里谋生 饿婚了倒在路边被民警老白收留 不然早就冻死在臭水沟里了 老许听了顺子的话也感慨万分 心疼起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子 他开始主动给顺子做饭 把他也当做自己亲近的人 而顺子抛了雪儿瓜的板车 给他弄了一辆新的三轮车 反复教老许使用 两人一时开心 竟然把车登翻了 一天他看老许捡了个女的假人回来 开玩笑说他是不是想女人了 第二天就去婚姻介绍所给老许找对象 听到光见面就要花几百元 顺子也二话不说地掏了钱 还特意给老许买了身像样的衣服 可老许相亲时却拉胯极了 见面了半小时 愣是没说一句话 女方很快就气走了 刘顺生气自己的几百块钱打了水漂 骂雪儿瓜真不是个男人 一边说着 一边闹着要给他做全身检查 可这一掏却把他吓着了 老许的下身竟然是空的 原来他二十岁的时候 独自去山里打狼 却不小心闯进了狼窝 至于所谓的女儿 根本就不是他的 一句应诚就让老许把豆豆当成亲人 他从未动摇过照顾好豆豆的心 而豆豆放寒假了 也打算来看看这个新爸爸 于是老许拉上了顺子一起去车站接他 他特意穿了新衣服和剪刀的高档皮鞋 却被豆豆狠狠地嫌弃了 而老许忍通租的旅馆也被他嫌弃 觉得又小又破 老许只好在他面前连连点头 答应明天再租个好的 这让顺子看不过去了 他气鼓鼓地拽着女孩一脚踹开了破门 知道真相的女孩躲在围墙后大哭了起来 他没想到这个对他有求必应的男人 竟然是这样供他上学的 当天晚上豆豆就推掉了宾馆 住进了老许的窑洞里 而老许钻进了他害怕不已的棺材里 心中却没有了恐惧 假期里顺子天天陪着豆豆 两人一起逛街 一起看电影 有时出行还是老许登车带着他们 想着身后的两个孩子 老许心里充满了家庭的温馨 而豆豆也喜欢上了顺子 他想留在这里不回去读书了 这也是为了让老许 不再那么辛苦的收费品 可顺子知道自己文化不高没有前途 不敢耽误了豆豆 只好找到足疗店的小丽 把他逗逗气走安心上学 女儿走后老许更加卖力地收费品 因为价格低结果抢了别人的地盘 在工地上被几个社会流氓给打了 幸好顺子及时赶到 让老许拿钱来赎人 他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 还问小丽借了八千块 把顺子赎了回来 而他等到桥下时顺子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 老许越发地心疼顺子 把他看作了自己的干儿子 可一天他骑三轮走在路上 却被警察拦了下来 说这是俩被偷的脏车 老许怀疑起了有手好闲的顺子是干什么的 顺子避而不谈 但实际上他就是个小偷 在遇到老许那个中午 他买账用的就是偷了的钱 他虽然乘崩跑了 可追来的女人却被汽车撞飞 在足玉房里 顺子听说了白天的事 被撞死的女人 留下了身患尿毒症的孩子 而他偷走的那些钱正是孩子的救命钱 从此他愧疚急了 不时去医院悄悄看望那孩子 而且下决心金盆洗手 以后和小丽开个理发店 再接老许一起好好生活 一天他偷听得知 那个尿毒症的孩子需要换身 为了赎罪 刘顺决定再偷一次给孩子凑钱 这时给刘顺打电话催他回家 然而事事从不与人半点温柔 第二天清晨 老许在家贴着春联等刘顺回来的时候 两个警察来通知他 人在昨天晚上 已经从15楼掉下去摔死了 来到医院 老许还想叫他起来 可那个成天笑嘻嘻的顺子 再也不出声了 顺子没了 但日子还得继续 老许又来给豆豆寄钱 依旧是满地的硬币 这是一部平淡的影片 却充斥着人性的美好 一个踏入封城的女子 却重情重义 一个偷东西的街流子 却满是狭义心肠 老许只因为一句硬称 就勇敢地负担起一切 他们是底层的小人物 却都散发着别样的光辉